O.O 但碰上與你相同的崛起波羅斯 你要試圖激發第三階段的我 那麼你的力量將更強大 我明白了謝謝老大的指點 不可期讓你看看真正的力量 老大 我明白了 好 先收了黃金球這一拍 一個大一個 有本事來撞喔 掰掰 在這個關卡 你看不到二代 在最後一關就是三代 所以這邊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打完 不過很可惜的是這一場在那一天沒有打贏 打輸了 然後為什麼青銅主要拍那麼多集呢 是因為最近也不知道拍什麼啊 要介紹章魚 很多玩家也都知道了 不過這個時候等一下 還沒有倒 難道好奇要返回戰場了嗎 同時攜帶著 基諾斯波士 本場戰鬥依然沒有問題 好結之腳 完了之後 貝青再起一個盾牌 十萬的傷害差真多 在現代的社會上 總是有強者有弱者 弱者有的時候會躲起來默默的哭泣 甚至需要別人的幫忙 所以豪傑又跑出來了 很可惜的是 獸王過不去 豪傑就跟獸王說 豪傑就跟獸王說 你不要害怕 你必須勇敢向前 豪傑表示 我放心了 大總演表示 我也放心了 於是他們倆 慢慢的 離開了 基因研究所 留下了 獸王 三代波羅斯開始了 這一次我們基諾斯波士暫時還活著 第一回合 目前看起來沒問題 到了第二回合 豪傑之腳 要把波羅斯給拆下來了 就這麼一腳 462萬 還有四隻 四隻打過來 前排三隻 還有一隻看這個打多痛 來了 這個油在痛啊 247萬 有點痛 不過問題不大 還是有點問題 這一次沒有辦法解決這個血條有點多 還要再踹一次 所以這次烏鴉要先引爆 引爆過後看一下情況怎麼樣 歡迎來到以弦超人 歡迎來到以弦超人 今天是青銅豬瓜具第十一集 托羅斯B 奔心能量帶 奔 托羅斯B是奔心咆哮炮是不是 好了 最後一關 492萬 我們當前100萬 這個真的是沒有壓力 我們用手動 好了 童帝先發招 我猜這個托羅斯他是沒有辦法出招啊 他一定是沒有辦法出招 有夠荒唐的 之前都會看到普洛斯出招 你看看這一次齁 OK 這血條目前扣了一些 等一下越扣越快 哎呀真厲害啊 格洛迪巴斯真厲害 這普洛斯還出不了招就要爆了 秒殺啊 扣錢扣得還不夠多 7 8又打得過來了 這有點危險了 越來越痛了 看來我們要卡關了嗎 哎呀終於輸了啦 想不到還是打輸了 聽說這個UR版本的波羅斯好像要出來了 所以我們又來打波羅斯了 艾亞玩了三年 常常都在打波羅斯 OK這邊我們快速的選擇一下 今天要打贏他 黑光的難度比格洛迪巴斯還要高 加油黑光 超合金黑光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點什麼呢 其實我就是加了一點格檔率 暴擊率加了一點點 剩下都是格檔強度 還有暴擊強度 還有傷害率跟免傷率 OK 好了之後 這邊 給他刷一下 等一下就把天賦給他點滿 有沒有人很期待UR版本的波羅斯呢 OK 這邊再給他點一點 接下來看好了 我拿了一個利劍印記 然後給他帶上去 此時我們的生命值 到底到了多少呢 還不夠 先把等級給他提升上去 到了金色 一顆星 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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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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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體力 還有這個地方研究室 稍微研究一下 接下來要準備進行耍帥的表演 看好了 你們看看我在做什麼 有沒有看到有三個狂戰 是不是差第一個 這個不是一號位 你們看看 我就差這麼一個 給你們看看 什麼叫做戰術武器之歐洲人 想不想看 然後就表演一套給你們看了 隨機箱四分之一的機率 OK 每一次拍影片都喜歡耍帥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 這裡給他打開來 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我的超合金黑光血量 我今天要一局拿下波羅斯 一局拿下90萬的生命值 91萬 好 夠 嗨 屈服你好 揮耳一是游恩老大 哎呦怎麼在哭啊 哭什麼哭 有什麼好哭 張宇燒給他打下去 等一下加一點劍末 等一下吞下去 劍末版本的張宇燒 400萬還不夠高啊 怎麼才400萬太低 給他打到800萬好不好 最新 輸不失敗 哎呀 殭屍俠正式帥性 以後還有R版本的殭屍俠 有沒有人會很期待呢 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亂說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 遊戲大家都玩多了 有什麼 就想一下就知道了 是吧 然後 超合金黑光 撞一下 本場戰鬥 分流高尋浦 羅白 哎呀 天空王就是這麼帥氣啊 他的運勸 總是幫上我們很多忙 這個關卡 有的時候不好闖 對你要一直往下逃 很多角色會掛掉 天空王真是一個 好東西 還有豬城 120萬 登場戰鬥 當前我們的戰敵是 七十幾萬 想不到你八成還藏著複製人 藏著複製人 藏著複製人 本來應該是一七成的 OK 超合金黑光 怎麼又是你今天搞事 是的 就是我 只有龍奴冠軍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難道 風性能量彈要出來了嗎 什麼 怎麼可能 就在這個時候 你們看看你們的眼睛好不好 天空人 最大快 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呢 一定很多人沒看到 那這樣子咧 可能還是很多人沒看到 其實有了 剛剛有一個波羅斯的影子 現在波羅斯在地板上面了 OK 準備歡迎今天的主角 那麼還要不要繼續耍帥呢 當然要啊 打到波羅斯打得我 有點累啊 從第一層到第八層 重點是每個月幾乎都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呢 這八層每層有十二關 不要高興出了九十六關啦 所以呢 我們雖然 輪的時候 不是很會講光源 但是呢 我們的伊犁 好像也沒有輸人 然後 風性能量彈要再開一次 接下來 就存一下 該輪到我們耍帥的時刻了 超合金黑光 不會那麼簡單就放過波羅斯 給你們看看 黑光的防守性能 這怪物打超透 你等一下看 越打越透 有夠誇張 這次還好 他會放技能的時候就很透 OK 超合金黑光 使用 使用普攻就好了 來啊 我們就全程使用普攻 不再使用技能了 超級反傷 黑光王 你可以下去了 沒有用了 殭屍俠也是下去 400多萬了 沒有辦法扛住了 只有超合金黑光 能夠超越超合金黑光 260萬 天空王倒下來 接下來下一個倒下的 當然就是 殭屍俠 殭屍俠趕緊倒下 別在這邊 別在這邊搞事 推下去 別驚訝 推下去 好了 就剩下超合金黑光 是巧克力 160萬 1個打2個 還是維持普攻 就剩下最後一個崩興 逃下跑了 要準備宣布賽果了 本場來到 氣球組冠軍 是超合金黑光 最後一期 嗨 本場戰的活勝 超合金黑光 實在是太厲害了 想不到打這個 研究所的關卡 除了葛羅尼巴斯之外 我們這一次 樂戰 還是預約了大概 八倍左右 主要靠了三個角色 OK 我們明天再見了 期不期待 魚瓦版本的波羅斯呢 我是狂人 大家掰掰